蛇和蟹 不知怎么搞的 蛇和蟹居然住到了一起 它们一个是有脚有爪 一个是无腿无足 既然住到了一块 自然要和睦相处 但事情可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 蟹对蛇十分的直率 友好 有一次 蟹在外面得到了两个鸡蛋 它一个也没有舍得吃 而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一步一倒 一步一倒 将两个鸡蛋 搬到了它和蛇住的地方 它用力敲门 高声地喊道 蛇大哥 我给你带来了好东西 请你开开门 快些帮我搬进去 但是 蛇仿佛没有听见一样 仍然躺在那里 呼呼大睡 蟹好不容易才将两个鸡蛋搬了进去 到了吃饭的时候 蟹将两个鸡蛋拿出来 将大的递给蛇 蛇 竟连一声感谢的话都没有 张开大嘴就吃 转眼的功夫 一个大鸡蛋 就被它吃完了 然后 又眼钉钉地看着蟹的鸡蛋 蟹只好对它说 蛇大哥 如果你没吃饱 那就将这个也吃了吧 蛇也不客气 三口两口 又把那个鸡蛋吃了 然后磨磨嘴 对蟹说 这两个鸡蛋呢 将我撑得够呛 下回 你可不要让我吃那么多了 不然 我会不高兴的 蟹费了好大的力气 扳回的鸡蛋 不仅自己一口没有吃到 反而被蛇 埋越了一顿 蛇又是怎样对待蟹的呢 有一次 蛇在外面遇到一条大蟒 蛇偷偷地将大蟒咬了一口 当大蟒回过头来 要吃掉蛇时 恰巧 蟹 漏过这里 蛇就对大蟒说 蟒大王啊 我和你是同类 是绝不会咬你的 是 是这只蟹 在后面咬了你一口 是我 亲眼看到的 对于蛇的阴险和邪恶 蟹心里非常生气 但由于同住在一起 蟹也不好对他发作 只是一有时间 便去劝蛇 说 蛇大哥 你为人不能太阴险邪恶 要学会直率 要学会直率善良 不然你是要吃亏的 蛇怎么能听进蟹的话呢 时间一长 蟹实在受不了了 这一天 他趁蛇呼呼大睡的时候 伸出两只大钳子 死死地夹住了蛇的喉咙 不一会儿 就将蛇掐死了 看到蛇直挺挺地躺在那里 蟹说 朋友 你现在死了 用不着我再劝你直率善良了 可是我劝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听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